我想未来立法院也一定会是我们各位在座所有护理师 大家不管是要沟通也好意见反应也好 最好最好的后盾 这一点立法院院长韩院长本人在这里 以及所有立法委员向大家再次的保证 我知道很多护理师最近心情有点沮丧 听到好多好多这种不平之声 亲爱的各位护士好朋友们 护理师好朋友们不用客气 有任何意见欢迎跟我们立法院多多联络 我们一起来打造台湾更棒的医疗体系 更棒的护理师工作环境 刚才我看到私营主持节目 我说我们现在护士真的很进步 护理师主持节目这么好 我问一下旁边他说不对 他是专业的职业 这个会议主持人我吓一跳 护理师现在越来越进步 我们有护理师干县市长 在政界表现得非常可圈可点 立法院跟各位护理师好朋友 我们打造一体新年轻手牵手 好不好谢谢祝福大家 护理师佳节快乐 以及各位在座很多的是母亲 即将来的母亲节 也祝福所有的护理师各位好朋友 母亲节快乐 各位家庭平安幸福 谢谢 谢谢 跟院长报告一下 我是TVBS主播 也是健康2.0的主持人 郑凯宇 没有没有没有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好 院长请留步 来院长请留步 那么我们两会的理事长 也会陪同来颁奖 刚刚院长挂包奸哦 他说他会成为大家的后盾 来 掌声 院长挂包奸哦 我跳到哦 小医生